今天帶大家來到 Toronto 的 J-Town 即是日本城市 位於 Woodbine 和 Steeles Avenue 的交界 拍下車走進來就看到一個圖像圖 有點失增,當日在圖像圖外的地方放檔 都是說了普通話,不清楚為什麼 但是所有店舖主要是日本人開的 這間超級市場有很多日本的產品 基本上都可以說是100%日本的產品 價錢都很貴,例如一枝綠茶 那些1.5公升左右 都是比香港的Sail Super 或者是一倍這麼多 有些新鮮的產品 在櫃裡面看到,另外有些瓷具 碟子等等,有日本製的生肖 當日我們也買了兩套 都是四、五十元一套 很划算 當日進入到超級市場 發覺所有店員都會說日文 有些筷子等等 裡面也有一間小食店 也有午餐吃 有些咖喱等等 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吃東西 所以就沒有在這裏試餐廳 日本的咖喱也有很多選擇 現在就是那間餐廳 當日還沒有開門 太早了 來到Gord Square 裡面其他店舖 其實一座椅裡面已經打通了 都分類 這裏就是一間凍肉店 當日買了少許東西 買了灰北黑省泥鵝肝 雖然是急凍在冰櫃拿出來 解凍來煎都非常新鮮 質素我小弟認為是比在香港任何地方好吃 因為它的產品很新鮮 不會冰太久 另外有些炸物 還有一間壽司店 當日買了一些拖羅 其實有點失望 因為真的不是太新鮮 這裏是南旗的吞拿魚 這裏是南旗的吞拿魚 這裏是不特別推介的 這裏其實有兩間店舖 有一間壽司店 裏面是賣日本的茶和小店 我們進去這間Yuzu的餅店 全名就不懂得讀 這些蛋糕仔和餅都沒事 但當日進來都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是我們賺回來的 因為之前那晚原本要上機 Catay就禁止了我們這班機 所以這天是多出來的 剛巧我們的PCR測試 就不能及時供給你 所以一旦解鎖了 就令到你剛剛好適合 剛巧出了PCR測試 之後是確認第二天的那班機 這裏的甜品 這裏的甜品 看見栗子的東西很好吃 它不是太甜的 另外買了一個芋頭的紫色蛋糕 很好吃 我們另外買了一個綠茶的紫色蛋糕 我們帶了上飛機吃 也很棒 很有綠茶味 相對來說是比香港便宜的 所以都推介 下一次就有機會試這個綠茶的紫色蛋糕 真的樣子很棒 但也沒辦法 吃不到那麼多東西 我們當天都趕著回去吃飯 所以就沒有起日本人開的小生廳 我看見幾好生意 還未夠十二點 也有排隊的情況出現 當天是星期日 希望你喜歡這段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更好幾乎 把展開放進去 還放進去 每一個木頭 楓哲 把油